欢迎收看标股金Carry ABF载版三雄杂音不断 外资以下调高目标价 以下又看空喊要减码 真的是让人无所适从 今天呢 陈俊妍分析师要带你用最简单的方式 看清事实的真相 公开ABF载版三雄的操作新法 不会再被外资耍得团团转了 记得呢 先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荧幕上面有老师的like跟telegram 欢迎大家都可以加入 跟老师互动还有交流 老师呢 会有超多的黑马骨 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 陈俊妍分析师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老师 今天呢要来麻烦您帮我们来解答了 因为呢我们常常就是看一些 可能新闻报纸上面说什么啊 肉的是说消息面怎么说啊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是因为 ABF载版三雄的杂音不断 因为外资一下调高目标价 一下又说 我要看空我要减码 真的是让我们投资人看得不撒撒 所以今天就要靠老师了哦 帮我们呢 一解答这个ABF载版三雄 我们要来怎么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外资是不是菜耍炸 ABF载版三雄操作新法大公开 有请老师 那为什么我刚刚会这么讲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就是你看 1月3号的时候 星星就获得了美系外资 她说要买进的平等 好啦这个时候呢 投资人就会想说 耶太棒了 外资调高目标价 现在价格这么好 我要买进 哇 结果呢 另外一则新闻变成这个 欸很好哦 我再继续加码 再来最近杂音不断 老师怎么办 好的 那我相信就是说 整个行情在这一边 不止台北股市的大盘动荡 那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原本去年有蛮长一段时间 几乎等于是电子类股的人气指标的 载版三雄 那今年1月份 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 外资直接就调高 它的目标价尤其是新兴喊到400 是 现在来看 都是觉得遥遥可骑 遥遥无奇那种感觉 好 那我今天的节目 我就帮大家来看 如何去看待载版三雄 新兴南电紧硕下一步 那个股价的操作面 应该怎么来做观察 那未来来讲的话 外资如果再去调高 这载版三雄的评价的时候 你该怎么去分辨 哎呦这个外资这一次是不是真心的 是不要再被外资耍得团团转了 那先来看一下老师帮大家准备的 进入嘎空走势的股票 要怎么来判别老师帮我们列出这两大重点 好的因为现在来讲 其实5月份大盘就已经进入仰空的格局了 那如果可以注意的话 就是融券张数其实增幅已经超过一倍了 所以基本上真实在现在的行情可以比大盘还强的股票 不是外资给他调高他的目标价 而是就是说在技术面筹码面 你可以看到两个最简单的一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你摊开日线图把KD指标留住 你看的是他的日KD的指标能不能维持在零轴之上 对50这个数字上方 那另外来讲的话当然如果一档股票 他的融券的增幅高于大盘的增幅 也就是说大盘现在融券的张数 标高的增幅是1.1倍以上 那如果个股来讲的话 那融券飙升的幅度超过1.1倍 那他的日KD又在零轴上方 那代表这个股票他后续还有表现 或者是展给你看一天 不会只有一天一日的行情 那宅版三雄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是用这两个很简单快速三秒钟 把整个日线图摊开 从他的技术面跟筹码面下去观察 你可以发现其实说 外资在喊高他们目标价的同时 其实这些的这两个最简单的一个筹码状态 判断方式 其实就已经完完全全不合格了 来我们持续来看 好 第一个星星的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1月份 那个整个星星的目标价 被喊到那个400块嘛 对不对 可是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其实宅版三雄 在当时候也是呼声非常高 那整个你可以看到 星星反而股价是从 整个日KD的零轴上方 落到零轴的下方 但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尤其是在整个4月份 4月刚刚看到4月21号嘛 那个宅版三雪又被再一次的调高 它的目标价 可是你可以发现就很明显的看到 其实当时候日KD早就已经没有办法 维持在零轴上方了 甚至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早在调高目标价的之前的一个礼拜 融券张数已经慢慢的往下掉了 那如果这个时间点 我们再把整个包含的就是说 筹码面的部分 把外资的筹码 把投信的筹码 把整个融资的变化再把它调出来 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哦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当外资一面在喊目标价的时候 除了技术面的KD指标 已经很明显可以告诉你 他的股价没有转强啊 可是你看到好消息 但是最可恶的 我们说标题有什么外资耍炸 他喊高一个目标价给你 可是你看一下外资的筹码数字 大家可以看哦 其实外资从三月份就开始 对于星星这一边 有一个连续的逢高来做调节 而且他整个是维持在季线的上方 这一档星星外资 其实开始卖是从季线上方开始卖的哦 例如说他在季线上方 可以喊一个调高目标价 他从那一刻开始 开始去降低他手中的持股部位 然后一直到后面 经过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一直到整个大盘 往下破低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他其实已经卖了超过两个月的时间了 是哎 对那一直到那个6月中旬了 才发现 没有这个载版三雄一场误会 原来那个后续有什么样的杂音 结果什么样 你看他已经卖了三个月了 那你可以发现 就是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啦 就是说投信在这个时间点 他其实也不是笨蛋 那个其实进入了5月底 投信其实就开始发现不对了 破季线之后这一场那个星星来讲 现在比较伤老金的就是说 不只是外资他已经砍他三个月了 那喊目标价提高目标价的同时 他已经先卖了 那投信到后面发现不对劲 6月份 等于说端午节过后投信 他还加重他的卖操的那个部位 所以这样还可以发现 就是说大盘动荡嘛 那整个星星他直接是灌破年限扣低值 完完全全的就是在盘面上是一个弱势股 那你手中有这一档星星持股的朋友 我们直接来看接下来 如何来观察这样一档的股票 那我们帮大家整理出一个重点 5月底开始也就是说接近端午节 连续假期那个时候 其实双资啊也就是外资跟投信 他们已经开始双双来做减码 所以这一档股票属于一个法人筹码 松动的一个个股 那整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如果以股价周期来对比大盘 星星目前来讲 你有说哇他是不是空投格局 其实只是说法人筹码松动 现在把他的股价 从原本强于大盘的格局 拉回来调整到跟大盘同步 都在年限扣低值下方 所以你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讲 不是说这边是不是底部 而是说我们开始要帮大家 最后面的三点注意事项要告诉大家 当现在星星已经跟大盘 同样的股价周期了 好如何来去观察就是说 股价什么时候开始转强 那第三个重点当然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聊到 当一档股票真实转强 技术面三秒钟 你可以瞄过去 他的日KD会翻到零轴上方 所以你不管听到任何的好消息 或者是外资又给你虚情假意的说 其实我要买回他了哦 那个你看一下 他日KD没有翻到零轴上方 如果外资排行榜里面 买超排行榜里面有星星 可是他的日KD零轴 没有办法翻到零轴的话 那代表什么 骗人 对没错 好那另外一个 当然大家可以看得到 星星来讲的话 他其实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筹码上面的不利的地方 也就是他融资 一直以来他都是属于算 高融资的一档股票 所以就变成说 现在这个状态 股价往下破到年限扣底值下方 市场上针对星星的持股 是用融资在做摊平的现状的 所以如果这档股票真的要算他筹码干净 我说筹码干净的话 外资才真的会就是说 真心真意的把他那个股价 买回来 买回来拉到他持股比重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 星星的部分 融资的张数要砍到3万张以下 他的筹码才算干净 所以你搭配日KD跟融资的张数 这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观察指标 最后面 好外资哪一天又跟你喊话了 没错 什么才是真的 好外资的总持股张数 对于星星而言 要真的拉高到65万张 那个才是真的回头 还没有买到65万张 你那个短线看待就好了 这个真的是重点 老师每一次来 都是帮我们3秒钟 就可以抓出这档股票 到底会涨还是空头走势 所以这张注意事项 大家可以把它截图下来 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的话 老师也都会把它放在 Light或是Telegram里头 所以大家都可以加入一下老师Light 跟Telegram里面都可以得到这些的资讯 那另外一档呢 就是南电了 好 那南电这档股票 我相信说载版三雄里面 其实它过去有一段时间 算是比较算高价的 三档股票它最高价 可是不管如何 当这一边那个筹码松动了 你不管怎么高价 后面来讲的话 一定会砍到就是说 大家的筹码 那个股价都差不多的阶段了 好我们一样可以看得到 那个一样非常有趣的 大家你可以直接把时间走拉到4月底 那因为4月底已经是外资 针对载版三雄这一边 在第二度的去喊调高它的目标价 可是因为发现就是说 4月底的时候 其实这一档南电它的日KD 一眼瞄过去 它其实已经在零轴下方 超过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你发现就是说 当一档股票是不是真的走强 外资在喊高它的目标价的时候 你看一下它日KD 是不是在零轴上方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 那当然融券的账数 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一档股票很有趣的可以看到 5月份来讲放空 这一档南电股票的 那一个筹码来讲的话 现在可以看得到 融券放空的筹码是胜出的 那真的空单 空这一档南电真的有赚到钱啊 那欣欣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没有融券 没有人要空它 那南电来讲的话很明显 5月份空南电的 现在来讲的话算是 蛮有收获的一档股票 好我们再进一步的 把整个融资的变化 跟外资投信的变化 把它切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一档非常有趣 那有趣的地方也是就是说 它在南电的部分 其实最近 最近股价往下破了 那个端午节过后 用融资来抄抵这一档股票的现象 其实还蛮明显的 还蛮明显的 所以整体而言来讲的话 你如果看南电 这个到底能不能抄抵来讲的话 可能也许要听看听一下 那当然就是说以外资的持股部位 我们长线来看 因为投信这一档 针对这一档股票是从5月份 南电就开始往下砍了 那其实以长线的 那个持股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外资针对南电的部分 还是维持在高持股的随位的 所以这一档股票来讲的话 我把它列为说 在大家观察载版三雄的部分 什么时候指稳 南电也许可以当作是一个指标 所以南电是ABF载版里面的 第一个指标了 对 要先看它 指稳指标 可以观察一下南电 来我们直接来看下一张 这一张的注意事项 其实就可以跟大家来去看 因为最近南电往下破 但是外资的部分 是一个逢低来做加码的 那投信算是说 5月份开始来讲的话 不断不断逢低一直砍 很简单来说 那这一档股票 把它列为是整个 载版三雄的一档观察的指标 林茵也是因为投信砍他 不好意思 但是大哥的部分 却是一直往下的去摊平他的 比如说筹码松中的部分 外资这一边没有看到 那如果哪一天就是说 哪一天他技术面的转强 或者他融券的章数 这一边来讲的话 慢慢的形成 有一个反向嘎空的条件 那也许载版三雄要指稳 南电会变成是一个领头的指标 那第二个部分来讲 当然就是说以长线外资的角度 我们就帮大家列出来 什么时候外资的持股张数 出现一个连他也松动的状态 6万张 第二个状态 第二点来讲的话 我跟大家来谈 外资只要维持持股张数 在6万张以上 南电就没有所谓 在针对外资的部分筹码松动 那再来当然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来讲的话 这一档股票要出现反弹 反弹真的转强 反弹是真的啦 就是一定第一个 日KD翻到零轴上方啦 所以大家你可以发现 如果说长期下来 如果在7月份 因为7月份是第三季的嘛 如果真的行情出现反弹 这一档股票出现反弹 那外资的持股的张数 还维持到6万张以上 大家可以从日KD先下去看 初步的 如果南电可以先翻到日KD上方 那你再去看一下 你手中有新兴的 你手中有紧缩的 也许maybe可以观察一下 是不是开始有一些的迹象 可以让你心憨一点的 好那当然啦 第四个还是针对融资的部分啦 那其实南电至于载版三雄 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迹象 就是说股价往下破 现在来讲融资都还没退啦 那所以就说变成说 这三档股票现在都是高融资的股票 那如果以融资的角度来看 其实哪一个时候南电算是 筹码算干净 杀到1万张以下 当南电的融资水位 不及于1万张的时候 那个也许就说 大家是筹码所谓筹码干净的定义 好那另外一档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景硕了 好那景硕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了 一样大家也可以从载版三雄 这边观察到一个共通的迹象 4月份外资第二度 去调高他们目标价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日KD就没有办法翻到零轴上方了 甚至就是说当时候在年限扣底值上面的反弹 不要说过不了季线 你大家只要看一下就是说 不管年限扣底值那边有撑 然后那个股价出现反弹 那个盘中有拉出一个大长红棒 可是他是日KD就翻不了零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迹象 然后再来融券的部分 当然也是整个在最近算是 嘎空的力道就很明显的不足了 那包含的就是说这一个位置来看 那你如果再把整个融资调出来 你也可以发现就是说景硕的部分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算高融资的股票 那所以在接下来看的话 可能就更忧心了 你手中有景硕 因为景硕来讲的话在去年算是 也算是至少半年的时间 它是电子类股里面的人气指标 那曾经也是在去年一段时间 嘎空的股票了 可是现在来讲跟去年就完全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3月开始外资跟投信 双支就开始去减码这档股票 所以说宰板三雄 第一个转弱的景硕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迹象比较明显 筹码松动来讲的话 景硕算是双支最开始起头 去做筹码松动的 好那我们直接来针对它的操作 注意事项 这一档的景硕 我们有特别聊到 现在属于一个双支减码的 锁定的股票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从3月 今年的3月下旬一直到现在 不管大盘是经过 怎么样的一个大动荡 那美国股市其实也暴跌6次了 可是很有趣 这一档景硕 真的它的融资不离不弃啊 其实跟台积电有点像 跟台积电有点像 那所以就变成说一直到现在 颈硕的部分就针对融资 真的是太高了 而且不离不弃 那一路的摊平到现在 所以这一档股票 你说真的要有一个转强的机会 就真的第一个 融资它必须要有效的做减幅 我们在画面上来讲的话 除了股价转强要日KD翻到零轴上方 我们也特别在第四点提到 融资要至少要先降到1.5万张以下 所以你在观察这一档股票的朋友来讲 就真的就是说你手动有资金 要去看这一档股票能不能低接 或是抄底 第一个你先可以先观察一下 它的融资的张数能不能降到1万5千张以下 如果不到1万5千张以下 还是会跟大家来提醒 就是说小心这一档股票 其实可能底部还没套 好那最后当然就是说 针对就是说外资的部分 因为砍它的外资其实还蛮明显的 因为已经三月份先降低它持股比重 结果四月底还喊它目标价提高 哪个时候才是真回头10万张 紧硕来讲的话是10万张 好以上跟大家来做一个总整理 真的是太感谢老师了 真的非常需要有老师帮我们带领 我们看一下这个操作新法 因为每一次呢外资一下调高目标价 一下又看空 让我们真的是操作的人都看得不撒撒 所以希望今天这一集呢 对于你手中有ABF载版三雄的朋友 不用再害怕外资这个杂音不断了 你绝对呢 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一集 你绝对可以让你在操作上面无往不利 那也要记得呢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九点半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老师的Lite跟Teregram 里面呢都有关于不管是外资啊 投信啊还是三秒钟的操作心法 或者是更多的黑马股资讯都会在老师的Lite跟Teregram里面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关注哦 我们再一次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